男嘉宾小刘22岁来自河北戴业 女嘉宾小尹22岁来自福建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欢迎 河北福建 怎么认识他 从网上一起打游戏认识的 一起打游戏认识的 对 我就是玩游戏 你玩游戏 对 然后匹配嘛 我打得不是很好 我跟他打得挺好的 我就说加个好友 你平时带我打游戏 就慢慢地熟了嘛 就开始加微信 然后加微信就开始聊 然后其实我是南方的嘛 我是福建的 然后他是北方的 我想问他说 他能带我来北方 撞游撞游吗 这不是来了吗 就来天津 当时我们旅游的时候 我发现他这个人 也挺好的 挺照顾我的 然后人还不错 脾气也挺好 然后我来了一看 我这心里就好感度 上上的点 然后我就又回去了 然后刚好我那阵 是要实习找工作嘛 他就刚好问我 能不能在一起吗 就微信上问 然后我说那就试试吧 我俩这不就异地了吗 然后我就经常 坐火车去看他 他在哪工作呀 他当时是在 我当时是在天津的 就是一个超市里面 就帮人家整理货物 我经常坐火车来看他 但也挺不方便的 然后他就问我说 要不你来天津吧 我就想着 那行 那我就过去找他 当时我星期是在 天津那边卖茶叶的嘛 卖茶 对 商场那个铁关 商场的铁关 我没有那个 要去买茶的意思 您接着说 老师要买给你便宜 行行行 一定去 我就为了便宜 你看你知道这么大圈子 来 接着说 然后我就在星期家帮忙 然后我就住他家嘛 然后平时帮他家看看店 商商货 卖卖货什么的 然后后来 他那个在超市 发生了点状况 他那个工作没了 我就想着 他跟我一起来工作呗 对吧 后来他就跟我一起 在店里干嘛 然后我就觉得 他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知道吧 那我可真不知道 那老人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工作态度有问题 我们卖茶叶嘛 就是给人家装礼品盒 正常一般都能装十盒 结果他就装两盒 然后他装 包一袋 他玩会手机 包一袋也玩手机 客户要得挺急的 我也不能就是说 不给人家 就是啥的 然后我就帮他一起包 然后这我就挺生气的 你自己就能包两袋啊 因为我是刚接触这一行 我还不怎么熟练 那你刚接触 你还玩手机 玩没玩 玩 行吧 接着说吧 然后有一次就是 他去上货 然后我们订好的是十点 结果他九点还没出门 然后这给我急的 我也不知道他干啥 耽误取货没 他耽误了 结果我去取的货 你干啥去了 当时车坏了 怎么什么巧事 都让你碰上了 什么车坏了 汽车 店里的车啊 对 那你跟他说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当时着急嘛 然后就 什么急 你这孩子真是 我听 那跟我说实话 我就没办法了 对 我姑娘我跟你说句话 我听到现在 我真不觉得像谈恋爱 你知道吧 我特别觉得像老板娘 对于伙计提要求 你还有什么事 你就接着说 跟情感有关的你说 情感 就是后来他那工作 为啥没在我那店里干 是为啥 他辞职了是吧 不是他辞职了 他被开了是吧 对 但是他怨我 就是店里又来了 一个新员工嘛 我们认识 也是朋友 他就怨我 他说 我没为他说好话 然后说 我没有尽力 帮他留下来 就怪我 因为我本身 就是说 刚进出这一行 我本身就是说 还不太懂 然后刚来了一个新人 他们也是朋友关系 然后人家在我面前 就表现得特别好 反正就是对于我吧 心里边造成了一个压力 他每天就是 帮着人家说话 没有去帮着我说话 所以说心里边 就感觉到特别不舒服 怎么办 我有跟着他说话 我咋没帮他说话呢 但是人家表现的 就是比他好 但是能力就是比他强 是比他强 我也没办法呀 后来呢 后来就是 后来他去上查验嘛 本来是有一个 固定的供应商 然后那个价钱什么的 都躺好了 就是他非得 又换一家 换一家更便宜的 然后想挣中间那差价嘛 后来被我发现了 我跟他说不行 这是诚信问题 万一质量就是不一样 怎么样被人发现了 怎么办 然后我就怕他瞒着这事 然后结果就是 原先那个老的供应商 就给我家亲戚打电话 就这事就暴露了嘛 然后暴露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好话 但是也没用啊 这是原则问题嘛 这当然了 开了 你不是什么都不懂吗 但是我去问了 种类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这边便宜点 那边稍贵一点 我一想我说 这样的话还可以 就是说机会省钱 然后货还一样 这省了的钱去谁口袋里呢 我这 那是省了钱了吗 那你说 我这能不生气吗 我这个 我这这么帮他 我从囊房大老远的来北方 是是是 因为他做这么多 所以今天来这儿是要干嘛呢 分手 分手就分了就完了 你到我们这儿干嘛 到我们这儿分啊 不是 因为他怨我 我要分得光明正大的 这姑娘要把这事 跟他说得特别清楚 对 说得明明白白的 但每次他老是用 就是他朋友嘛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好 然后 而且有一次 他和他朋友 一起出去吃饭 回来得很晚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呢 他也没有回我 我给他发消息 他也没有回 兄弟 人家要跟你分手 你扯着没用的是什么意思呀 你想不想分啊 不想 那你刚才说那段话 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 我心里边一直说 根据 就是你觉得人家要分手 是因为有那个好朋友 是那意思吗 对 一直他在 帮着他说话 却没有帮着我说话 行 行 行 现在人家要跟你分手 同不同意 不同意 知道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吗 知道 为啥呀 因为我犯的错误太多了 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呀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我就打游线 就打挺好 就当时 因为没有接触 这不是异地吗 了解得也不是很深 然后我就过来了 那你们在天津待了 就是在一起多久啊 差不多 快一年了吧 快一年了 你才发现这些问题 不是 我忍他很久了 那你干嘛要忍他呢 我脾气挺好的 我就想说 他每次犯错了 求求我 我就原谅他了 但是 就我现在 我又不欠他 又不该他的 我就越忍 我就越烦你知道吧 我就太失望了 那你再没工作了 目前没有 怎么去找呢 因为我学历的问题嘛 然后就 因为我是中学毕业的 高中啊 中学 初中啊 对 那干嘛去了 孩子不学习 因为那时候 就是说家里 条件也不算太好吧 我发现你是什么都能 给自己找到 折合理由 还不同意分手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能挽留的话 就尽量挽留 行 听听老师不是这么说 我们一起进入 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文卷 男生啊 问你一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 你觉得自己人品怎么样 人品 还算好吧 好在哪儿 性这一方面 你知道 吃拿回扣 超过一定数额 是刑事罪吗 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超过一定数额 是要判刑的 所以 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原则性的问题 它是一个违法的事情 对 如果你的内心里面 没有这么一点 道德约束的话 你都不觉得 这是一个 人品问题的话 那么我真心觉得 你应该再回去 再好好的 念一念书 学一学 关于道德方面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说半天 我真的一点 没有听到 关于谈恋爱的事情 你们谁能给我讲一点 你们关于谈恋爱的事情 你们约会吗 你们谈了多久 你们之间有爱情吗 有谈到过将来和未来吗 当时异地的时候 我经常去看他 然后因为我们 接触时间比较短嘛 然后 未来 当时年轻嘛 没想那么多 你现在也不大呀 现在也挺年轻的 对 也不大 你直接告诉我吧 你现在还爱他吗 不爱了 我现在烦他 你现在烦他是吗 一点也不爱了是吗 听见了吗 第一个 你人品上面 其实是有瑕疵的 我相信你是不懂 第二个 你们现在的爱情 已经变成单方面的爱了 第三个 我还讲一讲 人生态度 现在有一群小孩 他们有一种态度 叫人生不前进 他其实人生还没开始呢 他又不前进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停在那边 我不着急找工作 他就是这种 懈怠的 就是这种不认真的 人生态度 这跟你是截然相反 你是一个 看得出来很积极的人 你站到台上 一开始就打算 把茶叶卖给我们主持人 非常积极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要注意一点 未来看人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认真是一种人生态度 当一个人 对于生活不认真的时候 他对于其他 所有一切都不会认真的 你去看一个人 你说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态度 都不认真 你还指望他对于爱情认真 对于别的人 没可能的 所以认真是 是从一贯之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 三种东西 叫人品 爱情 和人生态度 是我给你的意见 将来你在选人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选择 至于你 我现在希望你 反省一下 然后记住 人品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赚钱啊 事业啊 工作啊 爱情啊 都不重要 人品是第一位 好吗 谢谢大家 二位好啊 先来说一下小姑娘 妹妹你胆子够大的 福建那么老远 就只身一人跑天津来了 不是 因为家里有星期在这边 当时我刚好要实骑嘛 不是 但是你跟她当时见面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奔着她来的 就是来北方玩 是不是找她来 对 是吧 然后你们两个人 确立关系之后 也是你主动多次地来看她 所以我说你胆子够大的嘛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 在这段感情当中啊 都是你一直在付出 你有看到她为你付出什么吗 刚开始也有 她付出的就是 来吧 来我的城市来 一句话 然后你就过来了 还好 现在你看清楚了这一切 我劝你的就一句话 未来做任何事情之前 一定要谨慎小心 这是对自己负责任 男生其实我觉得你挺聪明的 你永远都活在自己的舒适区 你在里面太舒服了 所有的人都为你服务 以至于你到离开茶叶店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自己的错在哪儿 而把错误归结在女朋友身上 你的关注和纠结点 居然在于你的女朋友 和另外一个朋友出去吃饭 你都没有意识到 你们之间的感情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压根你对你们的感情 或者你对这个姑娘来说 你没有投入什么 如果你对生活 是抱有这种散漫的 一个心态的话 生活一定会缓之以颜色 就在不久的将来 谢谢 那个问一下女方 她最吸引你的地方 让你这么快来到她的身边 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当开始是游戏打得好 后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脾气好 脾气好 对 我再帮你增加一点 人长得看着也不错是吧 是 对 没错 这个也是表面现象一种诱惑吧 对吧 人长得也不错 性格感觉也不错 打游戏也不错 对 所以就一下子就让你做了 这样一个轻率的决定 所以说呢 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也助长了她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男生呢 女朋友主的四方门 找工作 卖茶叶这工作也是 她帮你找的 对吧 对 然后呢 在茶叶店里工作 她还要帮你是吧 所以如果一直都这样下去的话 那你自己的付出是什么的 对吧 你想一想 为什么在上一个超市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在茶叶店你又出了问题 为什么今天在感情又出了问题 上当老师刚才说 未来其实现在已经到了 你所有的过去的因 马上果就来了 如果你不能够去通过这几次小小的打击 做思考的话 那么未来真的会寸步难行 这看似是感情 但是也是人生之路 因为不管和任何女人谈恋爱 你总得养家糊口吧 跟着你不能光是靠颜值生活吧 得生存吧 对吧 对 所以那你总得养活家 养活你自己 这点安全感是人生必须的 它甚至是超越恋爱最基础的基础 如果没有 你跟谁也谈不了恋爱 所以说先活好自己吧 今天我觉得不是恋爱的问题 是你社会技能的问题 你现在社会的技能你是低下的 请你奋而直追 尽快扭转你的局面 一个漂漂亮亮 长得又可爱 大学本科的女生 你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男生 光凭游戏打得好 人长得帅一点 就不远千里跑到天津来 当时就是我来这旅游的时候 发现他对我也挺好的 也许你认为是一次冒险和大胆吧 但是这样的一次经历 对于你来说 也算是宝贵 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认识还有这号人呢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你男生 你知道吗 当这样一个女生站在你面前 她在茶叶店里面 努力地工作 努力地销售 在这样的一个人面前 你居然没有点自残行贿 你居然没有一点觉得 我应该向这个女生学习 暂且不说是书本上的学习 好歹是对于人生的奋斗和积极 我应该向她学习 你一点这种向上的想法你都没有 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你在仅有的茶叶店的这份工作当中 机会是别人给的 数次督促你 要回到正道 数次帮你隐瞒 数次去挽救于你 你并没有抓住任何的机会 且不说她是你的女朋友 即便是一个女店员 女同志 这样帮助你 你丝毫没有感觉到 这个东西可贵 这次就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明白吗 既然今天已经来了 其实你心中还是有点不舍的 但是此时此刻 你确确实实 应该去抓住自己的人生 你不是他妈 教育子女那是父母的责任 你的责任就是做好你自己 你才刚刚本科大学毕业 你现在处于实习状态 你应该好好的去找一份工作 曾经遇见的这个她 是你人生当中 难以抹去的一段记忆 但是 她应该不是你恋爱的对象 你长得挺帅的 但不要以此为手段 男人靠的还是人品 好不好 就这样 骂醒了没有 想了就行了 我们现在生活太游戏化了 就是游戏对我们的生活的 作用和干预 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 太深了 它让他增加了很多的幻想 这个男生其实在游戏里面 你已经建立另外一个男生了 一见面 天哪真是又高又帅 他考虑不是他的生活技能很棒 而是在打游戏的时候 他打得很棒 你觉得这男生太厉害了 就是我的英雄 对你来说这是一段 挺好的经历 你经历过了 你下次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记住了 你不会摔得更多 这次摔 摔得不算最狠 因为你碰到了一个 身上有很多恶习 但是还不算特别坏的一个男人 好好地该干嘛干嘛 学习去吧 好吗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行吧 今天就算人生课吧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你以后就是自己好好的 我觉得你还是有希望的 我刚才听了老师的话以后 我深深感觉到我自己错了 我也知道我犯了很多错 我也想改 可是就是 我就是接受不了 你和那个男生一起出去 吃饭怎么着呢 行吧 回去吧 姑娘 谢谢你 回去吧 小伙子 来 请关门 这男生最后说那段话的时候 我确实我觉得 他有点没心没肺 这孩子确实不是坏孩子 都要分手 他说我就是接受不了 你跟那个男生吃 就他还没完全跳出来 这段情感就让他过去吧 来吧 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挺好的 对这边来说 做对了 希望这边的离开 是一种醒悟 女生说的其实有句话特好 女生说你路还很长 因为年轻 所以还有希望 希望今天是这个小伙子 人生一个向好的转折 加油 努力 加油 努力